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波尼 今天呢 达达 灰姑娘公主换装 穿穿了文具来玩一下看看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Go 箱子里装油 保实贴纸 自带 各种布料和整理盒 六个王冠模样的挂件 公主图案 最后呢 爱心笔和裙子换装板子也在里面 达达达 现在开始装扮公主吧 首先 使用这里的这些各种布料 用这只爱心笔 对准这些小洞 将布料 戳戳戳戳 戳进去吧 把图样先放进板子里后 接下来开始挑选布料吧 波尼呢 先用粉色的装扮一下咯 这个好玩 再用紫色布料装扮 想用给裙子添加一点亮点 是这个白色比更好呢 还是这个银色比更好呢 朋友们的选择是 我就选这个 这是木头而已 就这样 公主群装扮完成了 接下来 在这里的花束也来装扮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 并没有结束哦 使用在这里的丝带和宝石贴纸 装扮得更漂亮一点 就这里的这些宝石贴纸 可合不了波尼的心意哦 所以我准备了 更多模样的贴纸 装扮得更好看一线 今天你肯定会成为派子的主人公 现在将这个银色的贴纸也贴上去 闪闪发亮的裙子完成 接下来 要开始使用丝带装扮裙子 把丝带放哪里更好呢 对裙子来说 这个腰部线条很重要 先给它制作腰线吧 作为亮点 蝴蝶结也要放进去 用力用力 按 不过朋友们 这个裙子现在太华丽了 完全看不清楚蝴蝶结在哪里 但是 波尼还是很喜欢 现在呢 既然装扮完裙子了 要开始戴上 最重要的头饰吧 朋友们 头饰呢 戴什么样的网罐好了 决定了 就决定 你吧 不过朋友们 这个网罐不是很设 这个公主 我重新换一个 这次用红件件吧 就像这样 第一个公主群装扮 完成 怎么样朋友们 又没有感受到 波尼有多么努力啊 真的非常满意 那么 开始装扮下一个公主吧 这一次呢 给公主选择适合的 蓝色公主群装扮看看吧 天蓝色的也戳进去 好 这一次呢 作为亮点 把紫色的布料戳进去吧 想要表现出 稀滑的裙子质感时 从布料的 边缘戳进去 就会像这样 从边缘戳进去之后 便是成为 非常漂亮的公主裙子了 现在要挑选一下贴纸 这一次呢 是蓝色的公主裙 所以我选择用 蓝色贴纸和 银色贴纸 来装扮一下 这一次呢 用这些宝石 带给丝带 表现出公主的腰性出来 漂亮吧 好 就这样 也用贴纸装扮过公主裙了 作为最后一步呢 给公主戴上玩罐吧 把玩罐 真正的公主完成 真正的公主 这次的裙子 下面的布料上 将花的贴纸做成了亮眼 腰部呢 给她做了银色的腰带咯 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 想快点制作一下 公主裙子了 这一次呢 布女要随心所欲 开始装扮了 从刚才开始 就很想要使用 这个浅绿色布料 让我来开始装扮吧 这个浅绿色是主题 所以优先做进去 现在开始我的梦想变了 变时装设计师了 好 现在 我正在考虑裙子底部的颜色 要选什么才更好呢 因为是绿色裙子 所以用绿色装扮之后 铁箱模式就更好看 就像这样 公主裙装扮完成了 用这里的黄色贴纸 来装扮一下吧 踏踏 公主完成 朋友们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呢 布女我也好像 享受这样的公主裙呢 什么 我装扮好的公主裙 居然真的变成了公主裙 公主们 我们去参加派对吧 大了 kry coke 所有者的计划 居然azu 冨 Li ���篪 千真 内联 还